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月二十二號的 古海紅洋 我是洪准 那加強股價指數呢 今天還是一樣 呈現一個大幅震盪的走勢 那早盤的時候呢 我有在LINE裡面跟大家談過 就是說以今天的結構上來講的話 因為漲幅大部分 都集中在台積電這檔股票上面 所以呢今天早上衝高上來的時候呢 其實不是你一個 該去追加的一個地方 那現在的結構呢 居然它是一個震盪整理的格局 所以呢TEMPO上面 務必要把它掌握好 強勢股買拉回 你要買黑但是不要買紅 那以現在的大盤的走勢來看的話 其實融資餘額都還在相對低的位置 它真的很低 所以散戶在這段時間之內 並沒有大幅進場的跡象 那也就是說呢 現在的籌碼面呢 它是相對穩定的 它是相對穩定的 但是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呢 是今天才發生的 那在盤後的時候呢 它才發生的 我們先看一下 今天外資的部分呢 三大法人的部分 其實都還是賣超的 那外資今天大賣了111億 正常來說呢 你如果看到外資大賣的時候 你可能心裡會很緊張 你可能會覺得很害怕 這是正常的 因為你看到外資在賣 你看到外資 這麼大的一個大戶 然後一直在賣股票 你會覺得很恐慌 但是呢 我看到的想法 跟你完全不一樣 第一個 外資今天賣了111億 那台北股票市場有重挫嗎 好像也沒有耶 也才小跌7點不是嗎 那外資今天賣了111億的時候呢 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為什麼它沒有重挫 那它沒有重挫的原因是什麼 第一個 現在的融資餘額 它就是在一個非常低的位置 那第二個呢 有一筆更大的資金 很強很強的資金呢 在接手這個外資的賣壓 那也就是說呢 這一批很強的資金 它是散戶嗎 它不是喔 它是市場上面 大家沒看到的一個內資 沒看到的一個主力的操作 那他們現在呢 開始在做一個低接的動作 他們在低接的一些股票 那他們低接的那些股票呢 未來就是他們認為 他們看好的一些標的喔 所以呢 你當你在很恐慌的時候 其實有另外一群人 有另外一批的資金呢 他並不是這麼恐慌 他反而是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很好買點 而且他的實力呢 是可以跟外資來做對抗的喔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觀察 哪一些個股呢 它是未來是有機會的標的喔 那也因為中美貿易大戰的關係啦 那包括就是說 現在突然之間 華為被禁了對不對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今天中美貿易大戰 它會發生 是因為川普 他就是要壓抑 整個中國科技業的發展嘛 那也因為這個關係喔 也開始有很多很多的聲音出來喔 那投資朋友 你們在看這一些新聞的時候 務必要小心喔 比如像說海康威視有沒有 今天傳出來就是說 美國準備要對海康威視 實施禁令 那這個新聞呢 並沒有遭到 並沒有受到證實喔 它並沒有證實喔 那 股價呢 它已經先做了反應 包括今天很多喔 類似監視 只要是監視器相關的族群 都出現一個大漲的格局喔 但是我也要 我也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喔 有些東西呢 它沒有經過證實的話 往往都是媒體一個炒作的一個 它只是一個炒作的話題而已喔 是不是真的發生喔 我們還不知道 我們都不知道喔 因為像類似這樣子的情形 其實以前也有發生過 所以呢 股價漲上來的時候 我也勸大家喔 你不要用追價的方式 你等到追的股票之後呢 你會發現喔 每次追 就算它真的發生了 你未必會買到一個很好的位置 操作上面呢 波段強勢股 買在短線上弱勢的時候 那現在最重要的一個題材 我認為是在2020的奧運 2020的奧運呢 在東京要做舉辦對不對 那這個東京舉辦呢 它在前一年 就會開始做下單的動作 包括愛迪達的部分 包括Nike 包括Under Armour的部分呢 其實都會在前一年 開始做備貨的動作喔 因為你不可能等到 奧運開始的時候呢 你才來急急忙忙去做下單 那是不可能的 那他們要提前一年來備貨的時候 其實台灣的某一些廠商 都已經開始接到訂單了 那以前呢 主要的紡織基地 製協的基地 都是在中國大陸 也因為中國大陸呢 他們最近這幾年 快速的發展之後 整體的薪資水平拉到很高 拉到很高的時候 台灣這一些傳統產業 其實早就已經受不了了 他們早就已經受不了了 所以紛紛的把廠啊 遷到越南去了 越南現在變成一個 自協代工跟紡織代工的 一個最大的一個生產基地 那裡面最多的 就是台灣的資金 台灣的一些廠商 那現在呢 如果說未來關稅呢 提高到25%的時候 如果假設喔 他對中國大陸 美國對中國大陸 把整個關稅拉高到25% 那你會發現到喔 很多的訂單 他會轉到哪裡去 轉到台灣這邊來 那尤其是現在就已經準備要 進入2020東京奧運 這個這麼大的一塊 商機的時候呢 當然 他需要的產能 必須要很強很大 然後呢 他需要的技術能力也要很強 能夠符合這樣子的條件 能夠做出這樣條件的東西呢 這樣條件的 符合這些條件的廠商 其實不多 那台灣當然是最大宗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 雖然說有一些個股 他是受害的 在中美貿易大戰當中 他是受害的 但是相對來講 也有受惠的個股嘛 比如像1464的得利 我跟大家談過 他是做一個藏鮮的一家公司 那他在越南那邊呢 他有一家 他的新廠也準備要 產能要開出來了 準備要開出來了 他分三期來做 目前已經開到第二期了 那準備呢 今年會把三期全部開完 但他全部的產能通通開出來之後呢 當然現在已經開始有一些廠商 開始下單了 那包括在Unicool的部分 也開始下單了 然後呢 包括在歐洲那個地方 有一個叫迪卡農的品牌廠商 也開始做下單了 那資金面來看的話 你可以看到大盤在跌的時候呢 他一樣都堅守在月均線之上 而且昨天是用跳空的方 是用突破的方式去做表態 那波段的強勢股呢 你必須要買在一個短線上 弱勢的時候 他的籌碼面呢 現在是相當穩定的 你可以看到融資餘額的部分 現在的他這檔股票呢 我這邊沒有秀出來 在融資餘額的部分呢 目前只有2000多張 在他高檔的時候呢 融資餘額他是高達15000張 所以呢 現在的籌碼面來講 他是非常非常的輕盈 他是非常輕盈 因為沒有融資的關係哦 那這種沒有融資的個股呢 你要讓他產生那種 融資多殺多的機會高不高 不高就不高了嘛 因為融資2000多張 你給他砍到零好不好 2000張的融資 你要讓他斷頭好了 你讓他斷頭好了 可能賣壓兩三天就消化完了 那以現在這檔股票 他的整體的交易量來講 其實2000多張 真的是很低的水準 那類似這樣子的標的呢 當然就是一檔 進可攻退可守的機會哦 進可攻退可守的機會 那比如像說 在百合的部分也是一樣 昨天這在我們的Lite 8 裡面有跟大家談過嘛 大盤 他現在還在 大盤還在月線之下哦 但是這檔股票呢 他的整體的整個股價呢 都還撐在月薰線之上哦 甚至呢 昨天還創下一個新高 昨天還創下一個新高 那他會創高的原因 其實也很簡單哦 第一個 他是我剛剛講過 未來整個製協呢 他的協料呢 也必須來跟台灣廠商做購買對不對 然後呢第二個 在他籌碼面的部分呢 融資一直在降啊 融資已經降到了一個谷底了 到目前為止他整體的融資只剩4900張 不到5000張的水準哦 這是融資非常低的水位的情況下呢 以他目前整體一天啊 比如像說他昨天的 整體的成交量高達5000多張 所以呢 他的消化 他的融資的消化呢 是很快速的 他會很快速的去做消化 那 券的部分呢 放空他的人越來越多了 因為現在大家整個想法呢 上面都偏空 偏空的情況下 當然就會有一些券單 開始去做佈局 那這些券單呢 他們如果去找那種強勢的股票去空啊 通常就會引發一個軋空的行情 尤其是資非常少的情況下 因為你要有資才能有券 那你現在呢 融券他去放空一直放空 結果你的融資 跟你的融資還在低檔的時候 那這些券單就會不夠用 不夠用的時候就會容易產生一個 軋空的行情 那一旦呢開始變成 現在是資檢倦偵法人買 那開始變成呢 資偵倦偵法人還在買的時候 那整體的股價呢 就會有一波上漲的行情 所以我們大概看到了很多很多 市場上的利空訊息 但是 那個悲觀的人他永遠都會看到毀滅 但是樂觀的人他會看到機會點在哪邊 同樣一檔股票假設啦 一百塊錢跌到五十塊錢的時候呢 你損失的空間假設是五十趴 一百塊錢跌到五十塊錢 你損失最多就是五十趴對不對 但是呢一檔股票呢 從五十塊錢漲到一百塊錢喔 你可以賺的是多少 你可以賺的是一倍 所以 與其使用放空的策略 在這個行情當中 你只用放空的策略 你不如反過來 你去找尋一些個股 他還在低檔 然後有機會 然後去迎接未來行情的一些標的喔 那重點是 他如果不受到貿易大戰的影響 他如果不會受到貿易大戰的影響 在一個籌碼面 如此輕盈的情況下喔 那你現在看到的利空 一旦反應完畢了 那整體的利空反應結束了 就會變成利多來做上漲喔 所以我們現在的操作呢 還是一樣 波段強勢股要買在短線上弱勢的時候 包括說奧運題材裡面呢 還有誰 老虎伍資對不對 老虎伍資我就不再做介紹了喔 因為他過去呢 在名人賽裡面呢 拿下的冠軍喔 拿下冠軍 那這次也準備要參加奧運喔 所以呢 高爾夫球的產業呢 也開始有一些機會 點開始發生喔 像具名的部分呢 就是大家可以特別去留意的方向喔 那我們在操作呢 務必要掌握到資金的流向 只有資金的流向才能告訴你 未來行情的方向在哪邊 指數在震盪整理的過程 其實各股之間會輪流的來做表態 過去強的呢 他是一些電子族群 但是現在呢 錢開始往一些傳產類股在做移動 包括未來的題材面 他會開始慢慢的去做消化 慢慢的去有人去做佈局 然後股價呢 就會橫盤去做足底 然後開始啟動向上喔 所以你感覺很悲觀 現在感覺到非常非常悲觀 覺得很無奈 那是因為 你沒有找到錢的方向在哪邊 可是呢 當你看到的資金的流向 看到行情的方向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興奮 你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大盤在跌的時候 你才有這些個股的好買點 所以現在有一個 復仇者聯盟專案 每次當極度恐慌出現的時候 都是一個族群 一些個股它的波段的起漲的機會 那我已經跟你談過了 現在就是從奧運準備要開始做啟動 那有一些相關奧運的族群呢 會慢慢的一檔接一檔出來 那你就要把握這個每一檔 每一檔個股它在冒出頭的那一段時間 那個時間點 那個moment 強勢股買在它短線上拉回的時候 歡迎跟上我們的腳步來 有任何問題呢 歡迎你撥通電話 0287738859 或者是掃一下QR Code 然後跟我們風行操盤式做聯絡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我們看一看 大概就是